星期一早上十点半 多位外国议员现身台北宾馆 他们都是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成员 来台湾参加首次遗失台北的年度峰会 TVBS独家捕捉到副总统萧美琴 早上十一点进入台北宾馆与会 iPAC组织成立至今四年 长期关注并改革各国的对华政策 只是美联社日前报道会议都还没开 中共外交官尽发简讯给多名议员 例如北马其顿议员米洛绍斯基就收到关切 外媒指出北京施压至少六国议员 阻止他们赴台参加iPAC 他们已经准备了几年 甚至写了文章 我们的议员议员 我们也记得了我们的议员 Lithuanian Constitution 把每个议员的议员 有自由的允议 中国施压iPAC成员 试图阻止政要前来台湾 与会的卑劣行径 外交部予以强烈谴责 并感谢iPAC有人坚定支持民主与台湾 虽然iPAC在台湾开会 但其实台湾不是成员国 不过民进党和民众党都会派立委赴会 邀请卡知道是什么时候收到的吗 对对岸政策一个国会仍有分歧 TVBS新闻